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超级英雄 在坑牙教授近半年的时间里 我从没想要改变什么 我也并不觉得自己应该期望能改变些什么 我知道我没办法颠覆百年来的教育制度 我也知道自己并不能拯救一大群人 我只想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任其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发芽 茁壮 我看过人在垃圾堆中找食物吃 也看过沙漠中死去马耳刹出的白骨 曾和影君子在废墟中唱歌 也曾在街上对种族歧视的男人咆哮 我看过世界的广袤无垠 但与此同时 我也看到了贫穷 困苦 我也更加怨恨这个世界的不公平 活着好像就是这样有些矛盾的事情 我一直都知道我不是超级英雄 但我真挚地想成为孩子们生命里的一束围光 让她在某个时刻想起 曾经有一个姐姐 她走了九千多公里的路 纯粹地 深深地 爱着我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超级英雄 在坑牙教授近半年的时间里 我从没想要改变什么 我也并不觉得自己应该期望能改变些什么 我知道我没办法颠覆百年来的教育制度 我也知道自己并不能拯救一大群人 我只想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任其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发芽 茁壮 就像我的班上有八个学生 因为我的到来超越了学校历史上的最高分 就像现在他们不再贬低彼此游黑的肤色 就像他们不再觉得未来太过黑暗 就像他们终于模糊地知道自己是珍贵的 或许这是伪善的理想主义在作祟 也或许这是来自从小一时五缺的自大 我也明白自己在他人眼里看似愚蠢的心 看似鲁莽的举动 但这就是我的人生观 这就是我选择对待世界的方式 我有好多爱 简直太多爱 我看过人在垃圾堆中找食物吃 也看过沙漠中死去马尔岔出的白骨 我走过正在失去的冰川 也走过千年前建造的壮丽 我曾和隐君子在废墟中唱歌 也曾在街上对种族歧视的男人咆哮 我看过世界的广袤无垠 也看过社会能够多么封闭 在环游世界后 我发现了很多活着的美好 我想去看大山大河 我想去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我想去听那些没有人知道的故事 但与此同时 我也看到了贫穷 困苦 我也更加怨恨这个世界的不公平 活着好像就是这样有些矛盾的事情 就像人生里的每件事一样 我们需要悲伤 快乐才会显得珍贵 我们需要匮乏 才会懂得知足 我一直都知道我不是超级英雄 但我真挚地想成为孩子们生命里的一束围光 让她在某个时刻想起 曾经有一个姐姐 她走了九千多公里的路 纯粹地 深深地 爱着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